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许多诚 新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英界毕业生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这天 我被确诊患了剑动症 这个极其罕见 却又陌生的不智之症 震惊 惶恐 不甘 无助 忽然坠入生命的倒计时 我隐瞒着噩耗 找不到苟延生活的意义 好在 七暗的余生终于被一束光照亮 那是歌手江南 他说 死亡向灯塔矗立 静候着每个人抵达 我们向死而生 更应把握当下 只争朝夕 我想像他一样 勇敢自艺地表达自己 追寻梦想 而我的第一战 就从星空乐团开始 你选择了一首 难度非常高的曲目 整首曲目的完成度 也非常地好 但在最重要的章节中 你出现了错误 所以我们需要更成熟 更稳重的一个专业选手 虽然没有被选上 但是坚持到了最后 也算是没有什么遗憾了 你好 小姐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想给闺蜜买一个入职礼物 您看看这款手链 许愿谷设计 简约有质感 而且有个特别好的寓意 带来好运 您再看一下这款耳环 和手链是同一个系列的 耳环我就先不要了 您帮我把手链包起来吧 好的 您稍等 真好看 但现在不能乱花钱 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怎么会不会乱花钱 我还会把手链住 转账 点 转账 说转账 我多迟我 四十八 小心 站 我笑 能借过点纸吗 变态 等一下 我不是变态 你都跑到女厕所了 你不是变态 你是什么呀 女 女厕所 对不起啊 我刚刚见来的时候 太着急了 没看清楚是女厕所 那个 你能借过点纸吗 要不这样 我拿票跟你换 我不要你什么票 这可是江南的票 怎么也能换包纸吧 我呢 可是江南的铁杆歌迷 我怎么不知道他要演出啊 你是他歌迷 当然了 我等他的演出呢 可是等了足足的三年 他的动态 我每天都在关注 你这个票 肯定是假的 这不是假的 你仔细看看 真的是江南啊 没想到你凭我消息还灵头 没错吧 这个票我不能白要你的 你出个假吧 我不要钱 你能给我点纸就行 等等 你能帮我看看 外面如果没有人的话 我再出去啊 好 我 外面没人了 你出来吧 怎么上正常时间 你随身不知道带点纸啊 你又拉肚子了 什么毛病 走吧 多 回来 虽然男神被换成了热场嘉宾 但只要是他演出 我就很开心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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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啊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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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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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岛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要去后台找江南要签名 我要去后台找江南要签名 护家爷太可怕了 放开 江南 能看到你再次登台我真是太高兴了 佳怡 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到这儿来的呢 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准备复合了 江南 江南 是我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今天我来到这儿也是专门给她捧场的 而且我和她即将会在音乐上面有合作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江南 请把镜头移到她的身上吧 如果你不希望被别人关注的话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台上 江南 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这是不是你们提前商量好的应援 橙子 这是什么 这什么情况 原来这才是什么 这怎么走了 别走啊 别走了别走了 男神 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儿呢 这儿呢 快快快走 这儿呢 快点 快拍 你叫我快点 快点 快点 快去那儿 快去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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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都是些无是生非的人 我不想让他们拿我薄眼球 这个声音 兄弟 能借我点纸吗 要不这样 我拿票跟你换 昨天 在女厕所里的人 什么女厕所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嗯 难怪觉得声音好受 我什么主脑袋才反应过来 怎么都没有啊 去上面再看看 你笑什么啊 我 你这 舞得我都喘不过气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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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 得赶紧出去 我喝了酒 你会开车吗 会 那我们一起跑 你会开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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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你赶紧靠边停 我 论不住了 我要吐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我刚拿的驾照 哎 男神 等一下我 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今天不好意思啊 现场出了点状况 谢谢你开车把我送回来 谢谢男神 谢谢男神 海内照片没有的事 您多虑了 您多虑了 您放心啊 没事 放下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那我跟你一起着急 热搜就能撤啊 不是那咱们帮着想想办法行吗 啊 突然包这么几样照片 你让我怎么收场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 特喜欢上热搜的快感吗 我是喜欢上热搜 但是咱也得有个度啊 来 你告诉我 这这这这这拍的 什么玩意这是 发个声明解释一下 不是 大哥 你那经历 我发声明也得有人信哪 那就不发了吧 我觉得你该谈恋爱了 你和许多诚 真的可以试一试 你都单身这么长时间了 男未婚女未嫁 说不定许多诚 你能真的是你的真迷天女呢 别的经纪人啊 都是阻止一人谈恋爱 你倒好 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局 别闹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跟你说顾佳怡 可是一直对你念念不忘的 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你看你昨天上的热搜 要么就是跟顾佳怡有关的 要么就是和女歌迷搞暧昧 心机不矮 这哪一点都足以证明 顾佳怡想跟你破镜重圆 只要你和许多诚在一块儿 那她咱俩俩也就死心了多 可我跟许多诚真没什么 那叫事吗 感情这东西可以慢慢地培养 你培养一点我培养一点 慢慢不就好了吗 行 这样 咱先不聊谈恋爱的事 那作为朋友来讲 帮个忙 假扮一下你女朋友总行吗 咱只是为了摆脱 顾佳怡那个坑 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办 好不好 老婧 咱真的不能再任性了 只要摆脱了顾佳怡这个坑 告别了那些花边新闻 咱们可以踏踏实实地搞事业 这可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你琢磨琢磨 是我 是你啊 那个 这个书店没有什么人 你确定要包成这样 刚报完热搜 不得注意点啊 对不起 昨天我们都喝多了 我一定找可敬问清楚 一定想办法让她 停 我今天来找你 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那是 是 我们现在 算是换段之交了 是吧 是 那如果 我有什么想要你帮忙的 你愿意帮忙吗 愿意 报热搜这件事吧 虽说是你朋友的责任 但你是不是多少有点连带责任 有 我现在呢 有个解决方案 需要你的配合 配合配合 我一定配合 你需要做什么 做我的女朋友 好 做什么 女朋友 女朋友 嗯 嗯 嗯 那个 我们两个也没见过几次面 你对我也不熟悉 这样 会不会有点太快了 再说 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初恋就这样开始 嗯 会不会有点太随便 行了 你想多了 我是让你假扮我的女朋友 给顾佳一看 不是真的 哦 是让我假装啊 你答应了 不行 什么 嘿嘿 许小姐你好 许小姐你好 那个 我是江南的经纪人鲍瑞 你可以叫我的外号 包大人 老江呢 就是脸有点臭 但是 人特别好相助 啊 你呢 就好好琢磨琢磨 答应他 哦 哦 那个我知道这件事 确实是我的责任 但是 这也太突然了 我觉得我做不好 还会连连男神 而且我父母也不会答应的 我个人 我就说你出这个主意不靠谱吧 走了 不是 姑娘我加一个威胁 姑娘我的威胁帽 包大人的拼音全消息 包大人 实在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堵车 没事没事 快坐快坐 我得谢谢你帮助我们家江南 谢谢啊 你也了解江南 他是想凭自己的能力东山再起 只是现在又出了你们这茬事 真是好麻烦 江南真的退圈了吗 那不是逼不得已吗 如果许小姐愿意帮忙 江南分分钟回归 那如果我帮忙的话 都需要我做什么呀 其实你要做得特别简单 你只要常办在他左右 跟他参加参加活动啊 最好跟他形影不离 我跟江南 形影不离 是这样的 许小姐 我们希望许小姐 能够做江南的私人助理 哦 那做助理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把打杂的活 交给我就行了 但是 前两天不是还跟我说 让我假扮他的女朋友 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为了针对顾佳怡 现在不用办女友那么麻烦 只要许小姐担任助理 亲密照就能解释得通了 多少还能隔开顾佳怡 免得她天天缠着江南上热搜 影响她创作的情绪 至于江南 我们都相信 她会靠自己的实力 重回巅峰的 那我们看一下合同吧 走 合同 对啊 正规流程 你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跟我说 嗯 配合甲方艺人江南的工作安排 处理生活和工作上的事物 做到随传随到 随传随到 对于这点 我要向许小姐解释一下 因为艺人的工作 会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包大人 您这么解释的话 我就明白了 当然了 我们会按照这个行业的薪酬范围 为你支付薪水 绝对不会少 那行 我答应你 许小姐 今天这个事呢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你配合我们和江南 拍一组情侣照 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顾佳怡那边 老不按套路出拍 好 需要我配合什么 您说 嗯 自拍 我不自拍 太做做 也是 那这样 咱们自然一些 生活一些 就来一个手牵着手 漫步在夕阳下 多浪漫 是不是 不用了 大哥 那正常走路行吗 两腿一岔开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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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不 行 你别说话了 你这边可以吧 我 你不说话我就觉得是可以了 合影就不必了 我发朋友圈了 自然会有人联想 大哥 你发这个 顾佳怡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哎 你就别挣扎了 我是经纪人 这事你得听我的 许小姐 一起走 你们俩什么表情啊 冤家路窄 狭路相逢勇者胜 笑一个呀 一会儿 笑一个 哎 往前走走走 走两步 来 哎 老姜微笑 好 靠近一点儿 好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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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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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丧 诚诚 我知道顾佳怡的这个发布会 特别突然 她肯定是不相信 你们两个人是一对真情侣 所以组了这么一个局 想让咱们难堪 老江根本就不想去 但你说作为我的话 肯定是希望她去 毕竟那歌是他们两个人 一块儿唱的呢 所以其实我特别希望 你能跟我们一块儿去 这样也能够增加 老江的信心啊 我当然是想去帮助江南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从来都没有去过这样的场合 到时候面对那么多的记者 那么多的提问 我真要是说错话的话 这不是在给江南帮倒忙吗 你现在可不是普通人了 你我包大人 还有江南 就凭我这条三寸不烂之舍 应付所有记者都没问题 相信我 去 不用怕 都好了 笑 你们出来 出来了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过来两张 快 这边 过来过来 这边 好 快两张 怎么样 好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许多成 江南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 你和许小姐是怎么认识的吗 其实是有点误打误撞 总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 兄弟 你能见有点纸吗 很有味道 慢慢我对她的了解越来越深 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儿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的生命中会出现这么一个人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会给我带来意外和惊喜 许小姐 你对于顾佳怡和江南的密切互动 有什么想法吗 我 我没有什么想法 你作为江南的女朋友 一点都不知错 这是我们两个私人的事情 今天既然参加这个发布会 又把许小姐请过来 为什么不让她说话呢 我不吃醋 只要是关于江南工作上的安排 我都支持她 那既然不吃醋 今天这个发布会 想来不是许小姐要求来的吧 据我所知呢 许小姐刚刚大学毕业 江南作为你的男朋友 又是比你更能熟练 应对媒体的艺人 她为什么不选择澄清呢 把你保护起来 不让你抛头露面 才是把影响降到最低 而且更难认的做法吧 秦主编 咱们问问题就问问题 没必要人身攻击 我是自愿来的 你作为圈外人 今天以这样的方式 向大众公开自己的身份 不怕会对自己 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如果你们的照片 没有被拍到 还会选择公开吗 秦主编 正如你所说 许小姐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而且她很年轻 经不住你的一番考问 包大人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是想不通 一向低调的江南 却同意带圈外女友 参加发布会 这忍不住让人猜想 到底是为了付出炒作呢 还是烟雾淡呢 今天许小姐和江南 坦诚地跟大家见面 就是为了澄清上次的误会 所以也希望秦主编 不要老玩侦探小游戏好 为了澄清误会 所以说今天主要目的 还是危机公关了 那我不得不怀疑 你们的真实性 二位今天能同时露面 就是想把戏做真 让大家都相信 你们是真的男女朋友 我说的没什么 我是想把戏转发 太值得了 我特别较老 人身 是否就在不如果 我说你们不得了 我们不能能够 要求美女朋友 我应该剑 我会更远 夫人 叶子 鸡 你又不再来 你不得了 我太值得吃了 我看一看 我哪怕 我 Volume 这东西传起来就很厉害 这东西就很厉害了 其实 恋爱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跟大家解释 或证明什么 但是因为现在 我有了喜欢的人 也有了关心我的人 所以选在今天公开宣布恋情 是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祝福 也希望大家 可以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 谢谢各位 好 愣着干嘛 进来啊 随便坐 不就是长着自己长的水吗 不就是长着自己长的水 这个你也有啊 这是我们南瓜裙定制的 南瓜裙里啊 人手一个呢 这个帽子我记得 是你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戴的吧 我记得呀 那天演唱会结束 你还亲吻了舞台呢 那啥 真的不是我说你 你这作为偶像 你这也太邋遢了 偶像怎么了 偶像也得吃饭 也要上册 好 牛排 我欠你了呀 坐就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姐 这个时候江南家门口肯定有好多记者 你确定要去吗 但是江南已经宣布他有女朋友了 没看到全城都是那个许多城在主动吗 还当众亲他 江南那么做呀都是为了要气我 他卖出了第一步 那第二步自然该由我来卖 他确实变化挺大的 不过没关系 昨天公开了一个女朋友 明天再公开单身就好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那几个偷拍的记者 我正好需要他们 怎么办? 你怎么来了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那你看到了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没这个必要吧 我有话跟你说 是谁啊 顾佳怡 饭做好了啊 正坐着呢 你们住在一起了 哦 江南 你真的变了很多 总有人和我说我变了 从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 你也看到了 我不想我女朋友误会 你请回吧 怎么了 是小江吗 我是许多诚的父亲 叔叔 您有什么事吗 明天有时间吗 明天啊 是这样啊 我们想呢 跟你献个面 吃个饭 七点 何家欢 不见不散啊 叔叔 那个明天我我我 怎么了 脸色挺难看的 许多诚他爸 约我明天吃饭 去呀 挺好的呀 好好准备准备 不用准备 我不去 为什么呀 我们本来就不是真的 见了父母 事情会更复杂 我跟你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跟你说 咱俩想这个点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人家女孩为了你 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父母那儿为难 那人家也不欠你什么呀 你们俩不能 互相帮助一下吗 你们走不走不 呃 都大了 二十七了 叔叔 数什么的 数击 什么血型啊 O型 什么星座 处女座 谈过几次恋爱 就上大学的时候 谈过一次 我说什么来着 都说一次 就没有两次的 说没有太假了 你信吗 行了 备菜 你喜欢我们家澄澄什么呀 澄澄的 那儿 众人没乐 热心善良 不求回报 对 没错 我们就是一直 这么教育成成的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善良 要宽容 要帮助人不求回报 我们孩子呢 特别单纯 你说我说 你说 太假 江南啊 你呢 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不像 我们家澄澄 第一次谈恋爱 在恋爱方面呢 还处在哺乳期阶段 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可不想让她受半点委屈啊 这点 叔叔阿姨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好好照顾澄澄 拿什么保证 对呀 招牌凉菜 油嘴滑舌 干锅特色 年花热成 招牌热菜 大猪蹄子 滋补佳品 乌龟王 再让你尝尝我的拿手菜 心肝脾肺 说 拿什么保证 艺术即可 你还在这儿呢 你去哪儿呢 你走 你名字 那我们没觉得 什么 你还做什么 你会去哪儿了 我看见你 让你来 那你一定会去哪儿 母亲 我真以为您是舞蹈演员呢 我就是个怪异 来 阿姨 喝 喝 喝 瘦瘦 pani 要是这一切是真的 那该多好 谢谢你过来看我 我挺好吧 那就好 刚听你谈了一段 还不错 你还偷听我上课呀 什么叫偷听啊 作为小金行老板 只是微服私房 观察一下员工 有没有在认真工作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 去那边坐一下 我这腿 有的时候就 莫名其妙地疼一下 慢点慢点 小心一点 你干吗 别动 看吧 走 带你去找隋医生 不用了 我真的感觉好多了 你干吗呀 你放我下来 我上周才看过医生 你要是想多活两年 从现在开始都得听我的 没事隋医生 您说吧 您现在已经到了发病的阶段 会出现死肢躯干的肌肉乏力 再接下来 可能就是肌肉萎缩了 那隋医生 我能谈前天时间还有多少 这个事啊 还得通过一些辅助的检查 才能够判断 只要积极接受治疗 还是可以延缓的 其实我是想问 我还有多长的时间 一半来说 是三到五年 但是呢患者情况不一样 如果控制得好 也可以达到十几年 是否判断 抱歉 没事 其实我都知道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没准 我能多活几年呢 你 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呀 托病院检查了之后 我爸给我安排工作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会来医院 所以当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来这里走走 没有想到 你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啊 怎么 难道我看上去 没有烦恼 喊吧 自己的关系 许多成 你要活下去 你要好好活下去 坚强地活下去 许多成 许多成你要加油 不要 我喊出了奖军舒服多了 该你了 我又没有 真的吗 我才不信哪 我 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 知道吧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你一定要记得打给我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又耽误了你那么长的时间 你不是说过吗 我呢 可是唯一一个 能分享你这个秘密的人 走了 吃多少 江南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有什么不想让我见到的 你是看到 展芝林送我回来了 许多诚 您给我记好了 我们是雇佣关系 所以我要求你 以后除了秦航上课的时间 不准再和他有任何来往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这些天你莫名其妙地消失 不见我 现在突然出现 又对我管动关系的 再说了 你不让我见展芝林 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没有理由 你也说了 我们两个是雇佣关系 那我跟展芝林之间 也是雇佣关系 你们两个突然变得水火不容 现在要把我拉进来战队 而且我觉得 展芝林没有那么糟糕 她平时对我也挺照顾的 你有什么需要照顾的 我照顾不了你吗 再说 你也不想想 如果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展芝林还会对你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展芝林为了针对你 才故意借鉴的我 你也不要肤浅地这么可笑 被有钱人追就尚赶着 你再说一遍 被有钱人追就尚赶着 你有病吧 这么着急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先坐 先坐 这照片是哪儿来的 顾佳怡说 她找人买下来的 顾佳怡媒体条件 当着老姜的面 把照片给删了 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 她有没有备份 也没法相信 那个卖照片的人 这也是我担心的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两个 一块儿出现在那儿 总不是角度问题吧 叫她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二位二位二位 解决问题 先别吵架 我个人觉得 既然事已经出了 咱们就一块儿 想想解决办法 其实啊 包大人我处理这种事 特别在行 咱们就主动出击 先发制人 你能不能别卖关子 有什么办法 你说不说 我还是别说了 其实我就是想说 你们两个人 住一块儿 不行 干嘛这么激动啊 你们得这么想 就这个事呢 很有可能是一件 很好的解决办法 化被动为主动 就算这张照片以后 传出去了 你们俩踏踏实实 安安静静在一块儿生活 让他们说去办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反正照我影响了 用不用是你的事 妈 你这找什么呢 我前一阵不是看你这儿 放了瓶维生素吗 我想吃几片呢 搬出去 可能是唯一解决办法 怎么着 啊 我想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 我同意 你们两个干嘛这么看我 任成都同意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俩都确定好了 我说什么还有用吗 不过我有几个条件 那你说你说 第一 我们住在一起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 不能被我爸妈知道 没问题 第二 虽然要住在这儿 但不能算我房租 好歹要管吃管住吧 当然可以 第三 我不睡帐篷 我要有自己独立的小物 没问题 第四 怎么那么多要求啊 第四 江南 你必须要为你之前 过分的言语跟我道歉 什么过分的言语呀 你不要浮浅得那么可笑 被有钱人追就尚开了 我道歉 你别看我啊 你说 行 那你们说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我的条件我也说了 你们考虑吧 我就先走了 诚诚 不是 你说你怎么就道个歉 就这么难吗 我凭什么道歉啊 男人道个歉能怎么着 你什么都不知道 瞎之什么着呢 那我不是为你好吗 为谁好啊 我困了 上机就先睡了 又困了 你好好琢磨琢磨呀 知道了 许多丑 为什么要我道歉 我哪儿错了 你就让我道歉 明晚六点 我家 有事说 不愿意 他也就在那里 你怎么要走 他有什么地方 我不要走 好 来了 进来了 这些都是你做的 这有什么难的 你先坐 你先尝尝这个鱼 嗯 怎么样 这鱼可真嫩呀 这鲰鱼市场价应该挺贵的吧 贵 市场上卖老贵了 还不好买呢 这鲰鱼可真嫩呀 那这个配送费 是不是也挺贵的呀 九块九 还蛮减 说吧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说 你懂 我不懂 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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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吧 我的意思吧 就是 昨天我态度有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给我尝尝那道菜 这个就算了吧 好 味道还不错 不是 还不太成熟 我给你吃碗汤吧 这汤可好喝了 你说你 既然都已经点外卖了 为什么还亲自做一道菜啊 我就是想试试自己行不行 总不能都是假的吧 来了 江南 你怎么在这儿啊 阿姨 是这样的 那个之前 晨晨和可亲跟我说 要找房子 让我帮忙问问 正好 我朋友这房空着 这是你朋友的房子 阿姨啊 你看这边这个房子多好啊 采光多好啊 从装修看这房东 就特别爱惜这房子 干吗呀 你呀 你说你葛家住得好好的 你出来干吗呀 叔叔好 还有地下 有有有有 我也看看 您儿老大 您儿是有숙的 这儿 你儿老大 你儿你儿肯定 是呀 你儿肯定 你儿肯定 她的硬 runt 你呢 招屁 这个房子简直满足了 我所有租房的幻想 等等 还可惜 你行李呢 叔叔 女孩行李那么多 哪能那么快收拾完啊 况且我一直在加班啊 是吧 承子 对对对 你工作忙 对了 承承房间在哪儿 路上 爸妈 我带你们上去看一下吧 好好好 来 走走走 走走 妈 就是这个房间 这装单 怎么呀 搭配得真好 这也太好了 可以啊 这房间这么好 你怎么告诉我啊 这些化妆品 这化妆品是 我为承子精心准备的 可恁不惊喜 意不意外 惊喜 意外 你俩让我想起我和我的闺蜜 可惜你房间在哪儿 我的房间在那边 来看看 这间装得也不错嘛 但怎么感觉有点像 男孩子住的房间 这是我的风格 碧橱也不错啊 这 有男朋友了吧 阿姨 阿姨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我跟你说啊 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 现在也很漂亮 这俩孩子 行了 这看呢也看了 我跟你爸也就放心了 何家欢也该忙了 走了 妈 你再看一会儿 怎么这就走了呢 不看了 走了 走了 走 我打个车送你们吧 不用 不用 正好顺路 客气了 那个 阿姨 你看了房子怎么样 房子太好了 有空到何家欢吃饭 好的 阿姨 你不走啊 你不走啊 我走啊 我也走啊 你走我啊 等车呢 你走我啊 哪有车呢 这点 还没到呢 我也等 爸 爸 走了 走了 你走了 几点到啊 马上 走了 走了 不是 你等你说一下 你着什么急啊 走了 走了 怎么回事这孩子 拜拜 终于走了 谢谢你啊 我知道 我晚上 我就给你一天时间 你把房间给我打扫好 不是 我也折腾了一天了 我 我 找到鼻子了 幸亏是真的 我晚上就收拾 江南听着自己的心跳 觉得一切都太突然 太不真实了 当许爸许妈和于可 进逐各离去后 这里将成为他和许多成的 二人世界 想到这些 他不禁紧张起来 不对啊 我紧张什么 我为什么要躲进卧室里啊 这是我家 我 江南手足无措 触不及防 开始担心未来的生活 会是想象中的样子吗 许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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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许多长 你再不说话我可进去了 不行 那个 你能不能 帮我去买个东西啊 买什么呀 是吗 就是那个东西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呢 没事 我就随便看看 你肯定是帮你女朋友买卫生机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请问你要什么牌子的 我也忘了 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推荐你这一款 超薄顺息 还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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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来一个吧 谢谢啊 你刚才没有被人认出来吧 你说呢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喂 到哪儿了 人马上就到了 我现在这边有事 先不过去了 你想个法子 原意想吧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行了 别说 我先挂了 喂 起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是不是耽误你事了 没事 你好好躺着 睡一会儿 醒了觉吗 喝水 谢谢啊 别动 海棠梦 感觉舒服多了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 你会做什么呀 我 江南 是我 你要是不开门 我就一直等下去 这么晚了 是谁啊 包瑞 对了 诚哥 你还疼吗 不疼了 你上去休息会儿吧 睡个觉 我都睡了好一会儿了 你听我的 快上去 快上去吧 你来到底要干什么 你最近不用拍戏吗 我在休假啊 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我知道你今天发那张照片 就是为了要和我撇清关系 让我死心 但是你越这样做 不就只能证明你心里还有我吗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你 你想多了 请回吧 顾家仪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出去 你和他并没有住在一起 对不对 你不可能喜欢许多成 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从你离开的那天起 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 你还在恨我 可是这样 不就只能证明心里还有爱吗 我和良知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不用再被他摆布了 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 你还想要怎么样 是 我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 可是我这里却空了出来 这个位置 一直都是为你留着的 我可以帮你翻红 我帮你去争取机会 让你像以前那样唱歌 不好吗 我真的有点看不清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没有别的事 赶紧走吧 你喜欢他什么 只要你说出来让我死心 好 许多成想要的 只是简单的生活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从来不追名逐利 也不济予金钱 他真心实意地 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宝人 从来不会利用任何人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你说的 不就是当年的我吗 他跟你不一样 佳怡啊 你现在是当红一人 老是半夜三更地来找我们家老江 我很难做呀 江南 以前我错过你 是我一直的遗憾 以后 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银云 你今晚不去赴约 就是因为顾家仪啊 没有 他刚来 晚饭那会儿 许多成来大姨妈了 肚子疼得不行 那他现在呢 楼上呢 好 他没听见吗 他应该没听见吧 祖宗 吃 不是你说你对得起我吗 放了我的鸽子 我还得给你带宵夜 感恩你这颗老母亲的心 行了吧 我怎么一天不见你 你们俩人这进展这么迅猛的 少跟我在这儿八卦 你来不是给我送饭来的吧 那肯定不是 今晚不是要跟制体人陈东 聊你跨界演戏的事吗 但是您没去呀 幸亏哥们我集中生智 把这事圆了过去 不过呀 他们对咱的可乐鸡翅 颇为赞赏 并且要求他把这个歌 作为他们下个项目的主题曲 并且要求咱们下周 去景城拍摄MV 请你担任男主角 真的 太好了 多心意啊 你也不看谁出马 不过我现在决定 许多城真有可能是你的灵感源泉 早知道城的这么有魅力的话 我早就应该在茫茫人海之中 把他给找了出来 艾德呢 你刚刚说去哪儿拍 景城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许多城之前跟他闺蜜说要去旅游 说的也是去景城 那不是挺好的吗 他去吗 我去 你在啊 你一直都在 嗯 哦 包大人 我去了都需要做些什么呀 嗨 是这样 橙子 你看 你来了咱们工作室以后 一直也没给你派什么活 这次老江的新歌可是准备拍MV 能不能做他的贴身助理 什么叫贴身助理啊 没问题 呃 加班费 你说了算 谢谢吧大人 不客气 什么情况 他 他 刚才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张大老师好 张大老师好 送给你 磨牙棒 你还小 你才需要呢 刘导 女昊怎么还不来呀 一会儿上不了妆了 等一会儿来不来还不一定呢 那我花不上妆谁负责呀 不用你管 你这部门都落实好了吧 好 好了 没问题 怎么了 导演 女主角有事来不了了 要不您再打电话去问一下 胡闹 我拍戏你不给我演员 你让我拍什么 我让你告诉制片组 不管出什么问题 演员给我找着 还说我要的东西 我要的美 窒息 我在催 我在催 导演 发生什么事了 女主角丽莎 说什么兰尾炎来不了了 导演 您给我点时间 我来想办法 因为这个MV 对我真的很重要 小小请 麻烦你了 给我找人 找演员 我要拍 快 出大事了 女主角要换人了 我已经知道了 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不是 你真不知道 刚才制片人 性高采烈地给我打电话 说顾佳怡要演 你说这女人 怎么就不死心呢 你说她以前 怎么会接这种MV演呢 我现在怀疑 Lisa发蓝尾炎 是不是她告出来的 姐 你看 咱那行李箱都快装满了 这些衣服还戴着吗 戴着呗 正好拍完MV 我还可以跟江南 在那边逛逛 对了 车什么手的 应该到了 我去联系老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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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如果顾佳怡来拍 我们的合作终止 所有的损失赔偿 由我来付 第二 我已经有了合适的 MV女主角人选 如果制片人不反对 可以选用的话 我的片酬可以不收 另外 如果最后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MV的所有成本 由我来赔偿 你等会儿啊 前半段我理解 后半段 MV女主要定谁啊 我认识吗 许多诚 这首歌的灵感 就是许多诚给的 所以 她是最合适不过的女主角 懂了 你想清楚就行 想得很清楚 行 那剩下我来帮你 那棵豆芽菜 那棵豆芽菜 不行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反正必须要让我出演 怎么回事啊 李玉昊怎么突然不演了 没事 放心吧 包大人在处理了 但是 可能就需要你帮个忙了 我能帮什么忙呀 旧场 旧场 江南 导演好 这就是你介绍的 那个女孩啊 对 也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剧本看过了吗 她会弹钢琴 也在琴行带学生 剧本 我想她应该比我还熟悉吧 最主要的是 这首歌的灵感 就是来自于她 真情侣一起拍MV 默契度肯定没问题 来个部门 朱状准备啊 简单 交给你了 不是 导演我 因为你才有了这首歌 所以你本身就是这首歌的女主角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是 我真不行 江湖旧集嘛 要是你不拍的话 那这个MV就拍不成了 黎奕 交给你了 好的 没问题 姐 姐 怎么了 这一会儿啊 你就再把这个走位 再走一遍 咱们把戏过一过 好 然后 导演 演员好了 没有获奖了 没有获奖了 好 卡 两位刚刚都不错 都不错 我要的是真 我要的是一对真实的情侣 在咱们的MV面前 展现出你们的真情 实感 真 真才能打动观众 来 看对方 看对方 对 注视着对方 好 韩晴默默地看着对方 好 看着 看着 进入到你们的感情 想象你们生活当中 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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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我 我 带着 带着 你带着 我 你带着 你带着 我带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子汤 许多诚经常啊拍一些什么养生食补视频 总是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烙得烙死 汗得汗死 怎么样 好喝吗 可以 那下次许多诚要是再做 我就把你喊来 许多诚要是听到夸奖 肯定开心死了 说吧 今天什么安排 你看啊 咱们那可乐鸡翅反响不是不错吗 正好 接日热度咱拍一套写真去 拍写真 我一个人拍 那不然呢 那既然是因为可乐鸡翅凡想好而拍 女主角不需要同框 你这是说你想跟许多诚拍照不完了吗 你在这儿立个愣个什么呀 赶紧把汤喝了 我换个衣服咱们就出发 去去去 你说他要早有这觉悟 小栋是不是早解决了 啥 你要拍婚纱照 大家不是想看MV男女主撒糖吗 那去撒彻底点 怎么 不行吗 来了 在这里拍 可乐鸡翅反响效果不错 需要我们拍几组照片 再营销营销 嫂子 一会儿还有婚纱呢 可以随便挑随便选 拍婚纱照 对呀 你想啊 MV的后期反响特别好 评论都说想看后续 那后续是什么呢 就是王子和公主一起拍婚纱照 开始甜蜜幸福的生活 是不是多 对 对对对对 不行 许助理 就这么点工作 你总不至于完成不了吧 哇 这么多 好漂亮啊 江南喜欢什么款身呢 蕾丝的 画边的 我到底穿哪种呢 好难选啊 许多车 清醒点 是假的是假的 不管了 来 别紧张 假的 你才假 好 我这样还可以吗 分开点 分开点 来来来来 张开点 张开点 看镜头啊 来 好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啊 等会儿 等会儿 我怎么觉得 俩人站得有点远啊 这不 这不甜呀爷 能不能靠近一点 现在流行深色背景 疏离感 少一点表情 这样拍出来更高级 我们要的是磕CP 明白吗 尽可能地融合MV的剧情 有没有道具呀 往这儿抹点奶油 对吧 来一个甜蜜护吻 或者呀 男生从女生后面搂住腰 对不对 多点互动 太俗气了吧 咱们又不是拍婚纱照 听我的 既然要撒糖 咱们就一次性撒到位 厚死他们 对不对 来 俩人听我号令 来 两个人面对面 手牵手 手牵手 快点 好 女生那头 抬起来 男生头往下 好 深情 再靠近一点 走走 你看看 还不如按照我说的 拍出疏离感 显得高级一点 你说的那种亲密动作 他们根本做不出来 一点儿CP感也没有 拍影 拍影 我喜欢你的眼眸 穿越到温柔 红尽头 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 慢慢走 如果可以 撑索着 大宇宙 看你在 银头 麻药 摘一颗星球 我愿意为你守好 跨越着时空 到白头 你的温柔 像灿烂星号 在左右 如果可以 你也知道这个病 我们都在努力 还有你 一打拉凤一定要定期注射 不能耽误 无论我怎样试图不要去想 可这就是我的未来啊 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这 这 它不会是药 这 这 花是买给你的 都是你喜欢的 江南 我有事跟你说 我打算明天搬走 你 尝尝 你是不是 不喜欢这里啊 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告诉我 您喜欢什么样的 我和包大人一起去找 我是觉得 你之前 绯闻风波都已经平息了 我们的合约 再继续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放心 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上去了 许多长 我承认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是因为那份合约 但是现在那份合约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不要再去想那份合约了 还有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 还钱的事情了 其实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 许多长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骗我的 对不对 没错 我喜欢你 但是 只是歌迷对歌手的喜欢 并不是现实中的你 我们一点都不合适 我一顿让你 保护我 不能陪你翻越山川 见证星途 洗手以后的人生 对不起 你脸怎么那么红 我哪有脸红啊 太热了 我是来当助理的 又不是来当保姆的 一个意思 可乐鸡翅 要跟上次的一样 我要让你再跑步几声下不来 许多长 这什么味儿啊 我烧爱的 活血通血 暖身暖宫 就是我生活里崭新的光明 与你走过 闪闪发光的曾经 是那些不会背后 我就是仗着自己长得帅 你这算扰名你知不知道 在自己家玩游戏 又没唱K 我扰谁了我 一大早 这么多话 还让不然休息了 我又没在家里唱K 打扰到谁了呀 爱你 相信陪伴回等来雨过天晴 麻烈了吗 我写了首新歌 你想听吗 你可不可以 不要离开我 江南 对不起 我失言了 以后不能再陪伴你了 我的存在 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麻烦 大连 不是 你不摘菜 你在这儿摘什么花呀 这要江南回来看见多不好 我管他呢 他穿成那个样子 还搞这么一把花 还说要求婚 求婚是好事啊 求 求婚是好事啊 求婚 好什么 好什么 万一成成想不通答应了呢 成成 大连 你刚刚说什么呢 成成 你别听他瞎说 到那天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 成成 好 你说说你 你这儿就把惊喜给破坏了吧 你这个嘴是真不把风 看来这不是惊喜 是惊吓呀 成成这是不愿意的吗 傻小子 你被鱼贩子给蒙了 这新鲜的鱼啊 那鱼嘴是紧紧闭上的 眼睛是黑白分明的 你看你买的这儿什么呢 连挑鱼都不会挑 真是中看不中月 和人一样 花架子 成成啊 是不会喜欢你的 大连 说什么呢 师父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成成是不会答应他求婚的 谁说求婚了 我刚才后处都听见了呀 成成刚才来了 一听求婚就走了 成成刚来了 成成怎么能听到呢 大连呐 大连呐 人俩人谈个恋爱 你跟这儿裹什么乱呐 师父 我这也是为了成成好啊 晚上八点游乐场见 我想和你谈谈 叔叔 成成联联系我了 我先准备准备 我先走了 大连呐 你还不如这条鱼呢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承赵 你来了 江南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告诉你 你别再到处找我了 别去麻烦可亲 也别再去何家欢 我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我们的被迫营业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结束 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能感受得到 你心里是有我的 江南 如果我之前的关心 让你造成了误解 我跟你道歉 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了 你到底有什么顾虑 有什么问题你说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一起去解决的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明白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明白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信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我也不想这样伤害你 可是这就是事实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人家都说了 不想再见到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人家说不想见你 你就要动手是吗 徐多长 就算你骗得了别人 你能骗得了你自己吗 我不喜欢你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呀 徐多长 我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回你信了吧 谢谢你送我回家 谢谢你送我回家 徐多长 你以为亲完我 你就没事了 展芝林 我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用那样的方式 那你是打算 真的不理江南了 以后不会后悔吗 今晚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 我跟江南 不会有什么以后了 行吧 那你上去吧 明天早上 我请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去 九点见 我认词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成 我们又得即兴表演了 赶紧掉头 掉头 去哪儿啊 去哪儿都行 我不能再加弄他了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这只零的车 准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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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啊 我家 你家 嗯 很多年前买的 现在正好带你过来放松放松 放心吧 家里还有芬怡 芬怡从我四岁就开始照顾我了 现在呢 帮我找了房子 芬怡 小林啊 我昨天还在算日子呢 想着你也该来了 这位小姐是 这是我朋友 许多成 芬怡好 可真漂亮啊 芬怡 芬怡 能让小林带到这儿的可不是一般人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要缺什么尽管跟芬怡说 走吧 快点 走 进来啊 东西都准备好了 诚诚啊 你呢 别客气 就当在自己家一样 一会儿饭好了 我让小林来叫你 好 谢谢芬怡 好了 芬怡 你现在一口一个诚诚的 对她比对我都还好 我要吃醋咯 这孩子 别听她乱说啊 坐这儿歇会儿啊 一会儿见 没有了 还好快到了 许多成 许多成 芬怡 芬怡 许小姐人呢 她这么早就出去了吗 她刚刚还说 让我拿水药吃药呢 她没吃药 这人去哪儿了 她走吧 她的拿水药 不可以了 那她才可 很难 他们并不会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心里明明有我 为什么要骗我 那天晚上你答应过我的 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你不能说话不算说 那天晚上 我是看到你喝多了 太难过了 安慰你吧 那你要是安慰我的话 那这个算什么 你又为什么要吻我 我 到现在你还想否认 你到底为什么要逃离我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从来都没有 你干吗 你干吗 你的眼泪还不够说明 你喜欢我吗 你又隐藏 对吗 你根本什么都不算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许多长 我话还没说完 你不能走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告诉我个理由 为什么 江南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许多长不是说了吗 不想再见到你 还查找他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想再来 尘之灵 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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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剑动症是不可逆的 受损的肌肉和神经元 只会越来越长 而且 以现在的医疗手段 只能延缓 不能治愈 那像是突然摔倒 算是病發吗 对 一开始会有肌肉乏力 或者抽搐的症状 怎么搞的 天女散花 碎碎平安 擦一下 你在干吗 这是什么 这个是保健仪 干吗你呢 这个东西呢 有助于我们弹钢琴的人呢 手指变得更灵活 徐多长 你小小年龄就开始交织上睡 保安大哥 我不信你们看 你刚刚那药是怎么回事 我这种养生少女 随身带着药瓶不是很正常吗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特别容易啊 对我来说 活着就已经够难了 你根本就不明白 错过了今天的演奏会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般来说 从并发到完全卧床 大概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过程是逐渐的 你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还有一点 在生活当中一定得保护好她 要特别注意 不能让她摔倒 展智连 你早就知道许多长的病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自己女朋友 你自己不会问她吗 她为什么会告诉我 那是因为她相信我 你懂吗 哥哥 哥哥 你们干嘛呢 聊天 你干嘛呀 江南 上次是你先说的 这次轮到我先说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知道 你和兜兜的病是一样的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心意 程程 我喜欢 你喜欢我 这就够了 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别再逃开了 好吧 我不想拖累你 你太傻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多害怕吗 这些事情不应该你去承担 更不应该你去面对 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承担 生病了不告诉我 喜欢我也不承认 不敢面对了就逃避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那你要我怎么办吗 我能怎么办呀 我每天看到你都很难受 可是你又不断地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好了 别哭了 是我错了 是我太着急了 我不该怪你了 程程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未来我们一起来面对 好吗 那你答应了 就不能反悔了 嗯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山间别墅的 我不都把我们的定位解保了吗 神人自有妙算 你还说呢 手机呢 赶紧给我重新绑定 好 好了 这还差不多 我 那你快说说呀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不是给于可卿发照片了吗 嗯 我根据照片里的背景推测出 应该是展智林家的二楼卧室 之前是我跟他一起去买的壁纸 你跟展智林以前 真好 我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在意对方 就是因为太在意了 所以他才会那么狠 他特别在意他妈妈的死 他说 你提前知道一些什么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不是的 没有误会 他看到的太片面了 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展智林是不是跟你说什么 没有 总之啊 我和他之间的问题是解不开的 你现在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养好身体 状态不错啊 有人照顾就是不一样啊 随医生你就别让我开玩笑了 那个我能出院了吗 你的检查报告我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今天就可以办理出院 但一定要记住 出去之后啊 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行了 不耽误你俩了 记得案实来复查啊 谢谢随医生 好好照顾他 那我先就办理出院手续 不然啊 于可卿知道了 就得跑过来杀了我 在你眼里 可卿就这么凶吗 你那个闺蜜啊 震度里一流啊 真毒里一流啊 震度里一流啊 スプレー 主任你啊 你那个闺蜜啊 真毒里一流啊 今天早上陪你锻炼 晚上给你按摩 还有我保证 以后的复茶 我一次都不会落下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好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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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这个是野菌鸡汤 我查了资料了 原来蘑菇也有药用价值 堪比人参哪 你再把刚刚的说一遍 为什么 我好几天没有发养生视频了 掉了不少粉呢 来 阳肚菌呢 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 和有机者 而茶树菇 则具有清热立木的功效 滋补不油腻 好 先把汤喝了吧 有时候啊 我觉得这一切特别的不真实 我在 我一直都在 你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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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好喝耶 你喜欢就好 那今天前行那边 要是没有课的话 要不要跟我去一趟制作舰 真的可以吗 我虽然呢 给别人写过歌词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一首完整的音乐 是怎么创作的 自己男朋友是开音乐工作室的 你还给别人写词啊 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跟我讲过 我呢都是在小号上面发的 没有想到还真的有人看 大概卖了三首课吧 挣了三万多块 那你之前跟我说分手 要还我那二十多万 就这样一点点攒的 嗯 小样 还挺能赚钱 天哪 原来露音棚是长这样的呀 我还是第一次进露音棚呢 我这 我真的一点都看不懂 要不你给我讲讲呗 其实一首歌的制作过程 很简单的 一般都是先作曲 出代表 然后就是写歌词编曲 那编曲后的最终风格呢 会根据一个特定的情况来决定 等这些都做好了之后啊 就可以录音了 就在那里面 先录人声再录乐器 然后紧接着就是 修音混音共舞台 最后就可以选一个日子 把歌发了 天哪 这还简单呀 你也太厉害了吧 程程 想不想体验一下 想不想体验一下 我们两个一起录个可乐器吃 我 你不是说 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 那么以后我的每一首歌 都有一个你的版本 别害怕 我会陪着你的 嗯 来 不用紧张 不用那么紧张 来 站在这儿 我来调试一下 你 专专 好 来跟我深呼吸放松一下 呼 啊 再来一次 西 好点了吗 畅畅 你呢 听着歌曲的前奏 你就可以想象 这首歌 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枕边 还有可能会出现在地铁里 教室里 咖啡馆里 最重要的 是这首歌 现在有了你的声音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有那种喜悦感和成就感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月亮的焦糖色 是夏天的记号 你的小声想反滚的气泡 轮轨的亲眼 变转的味道 你的手敲开我 假装的高傲 这感觉不太妙 我的心 烟火蓬弱的燃烧 是不是你放了喜欢做调料 每一天因为你变得美妙 我喜欢喝了几次的味道 想靠近你 不亏你 占出刚刚好 回忆偷偷在可乐里发酵 我想要做你永远的依靠 只挂在你配伴的嘴角 像这样烟火陪着我们到老 用力 再用力一点 我已经很用力了 现在看来除了小腿之外 你左手的肌肉也在流失 其实这次你摔倒呢 也是因为你手臂肌肉 流失得太快了 所以导致你力量不足 这些错伤其实不要紧 过几天就好了 关键的是肌肉流失的问题 如果放任这种情况 继续发展的话 那接下来很可能是 记抓手的心态 记抓手 对 平常多按摩一下 情况应该可以演化 好的 谢谢孙医生 记抓手 鸡爪手 我这手怎么能不让人发现呢 三号床的病人怎么又犯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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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 也不会干什么 就会烧菜 所以今天烧了一桌子菜 敬大家 干杯 来来来 快起来 快走快走快走 干 来来来 来 那个 我啊 敬一下江南跟小展 我们何家欢能够好起来 是 特别感谢二位 我 先甘为敬 你们俩喝好 吃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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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阿姨 关于吃喝这罐 我是不会客气的 千万别客气 谁呀 少喝 少喝 小展真是好孩子 吃吃吃 真后悔啊 咱俩当初给城池生个妹妹就好了 你看她呀 你看她呀 你这无数啥呢 这个 那个 我也要敬你们两位一个 谢谢你们帮了我们这么多 而且 现在看到你们和好如初啊 真好 我真的不说的 我还是想要你去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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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到你了 对 对 对 我知道 你一直都很喜欢程程 我也很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一直那么照顾他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你放心吧 你拿什么保障 你说什么呢 你干什么 我要娶她 虽然这一刻很突然 但其实我也设想过 很多次了 不过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机挺好 简简单单的 大家也都在 那就趁大家都在 我郑重地宣布 我想跟程程结婚 叔叔阿爷 请你们相信我 给我一次机会 让程程嫁给我 我同意 我同意 只要我们家程程高兴 我也同意 我突然也 Watson 你对着 别乌蝟 你 当然 我是流淡的 谢谢你哄我爸妈开心 谁说我只是为了哄他们开心啊 我可是为了我的一辈子 而且 你爸妈都已经同意了 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 也来不及了 江南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想得很清楚 而且 想了很多遍 可是 可是我会变成一个鸡爪手心娘 我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我会坐轮椅 渐渐地 连轮椅都坐不了 只能躺在床上 然后我会 动不了 这些我都清楚 我愿意 我想要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那现在 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你这是怎么找到的 无论你扔了一百次 一千次 我都能把它找回来 就好像冥冥之中 我在这里 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你 许多诚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如果你是 oder想 日 tie 从此牵你的手 religie 解释不再让你逃走 抬起头 望着你的阴眸 天天地地分享心 Within armed哀愁 昌昌 我想要谢谢你们 谢谢你 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支持我 谢谢你 在我颓废的时候 相信我 这就跟获奖改言似的 对啊 等到我酷唱制作人拿了冠军 我就这么说 你这是认真的吗 包大人不得念叨死你啊 还有 我姑姑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 她和我说 我妈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 基本可以自理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找个时间去乡下 把咱俩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她 好吗 不好 媳妇 媳妇 可欣 我跟姜楠准备结婚了 太好了 恭喜你啊 橙子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合法的姜太太 姜先生 以后呢 就请多多指教了 姜先生 老公 老婆怎么了 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秘密 到了你就知道了 哎呀 我想 wenn你 能让你抵抵抗我 你是你抵抗我 还会儿你抵抗你 那我来吧 你我倒有些许 错舍不起 没有顾虑 时间早已所生无期 你为什么把它挂在这儿啊 这个曲谱 可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当然要挂在最醒目的里面 最后这次分离 你我都很努力 同情代理 如此而已 是给彼此的默契 我们收拾几字句 用一个手来结局 此时刺激 往事尘埃落地 可遗忘的本领 我总没办法寄一秋季 向你借悟我的手心 你却在昨天的回忆 十亿万公里 凌晨与午夜的距离 哦 此时刺激 分明不是刺激 我却深灵奇迹 目不战迹 哦 现在最痛的剧情 想你在思末的动静 还渐渐失去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这些还不够 还有这些 还有这些 我从没办法 发现你手机 想你借悟我的手心 你却在昨天的回忆 十亿万公里 成长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哦 此时刺激 分明不是刺激 我却深灵奇迹 目不正经 哦 现在最痛的剧情 想你在随末的动静 还渐渐失去 这是什么呀 你 你 我 橙子树 我也有橙子树了 准确地来说 它是橙子苗 小橙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小橙子苗 加油努力长大吧 你说咱们家院子这么大 你怎么不种在地里啊 我查了资料的 橙子苗呢 要先在盆里栽 等到它缓苗养根 稍微茁壮了之后 再移出来地栽 你还做了功课呢 那 那你会浇水吗 橙子苗我都给你栽好了 浇水有什么难的 我喜欢你 是这样吗 许多肘 江南 我曾以为命运对我很残忍 直到遇见你 我才知道 极致的好运 和极致的坏运一样 被人撞见的概率 都像中头彩 而我 竟然中了双份 命运对我已经足够慈悲 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你 我一定会努力 在你身边久一点 再久一点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不能说话 也不能动 我想 我还可以对你微笑 不想说话 是在我身边 我会选择 你会选择 我会选择 感谢观看